猜到 acknowledgement 感谢主 对不对 Hallelujah 感谢主 我们唱的好听 我们祷告得很好吗 对不对 好不好再鼓励 旁边的跟他说 你今天祷告得很好 你没有祷告的话 你下次你就要开声祷告了 所以记得 没有祷告的你要跟他说 你下次要祷告 下个礼拜就轮到你了 好 我们实在感谢主 带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来敬拜他 我们今天好高兴 Yuli 你的朋友是不是 那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 对 谢谢 欢迎你 从哪里来呢 加州过来 欢迎你 好 谢谢 对 感谢主 对啊 我们很感谢主 我看到小孙 这天 孙玲 这天看到他的爱人 跟他的小宝贝都在我们当中了 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 还有哈 Kerry 你的表妹是不是 堂妹或表妹 你女儿 哦 哎呀 你好 你好 哎呀 年轻妈妈 哎呀 真的 跟你 我还以为说是表妹 蛤 吴帝自拥啊 吴帝自拥啊 哎呀 外孙 外生女儿啊 外生女儿啊 我告诉你喔 对不起 真的 我到现在我还连不起来啊 我只知道英文叫做我的妮 对对 就解决掉 所以我还连不起来 无论怎样 欢迎你好不好 对 好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我们实在感谢主 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来敬拜祂 对 真的 真的很对不起 我对这 我是中国人 但是我中国这那种倍数什么 还是不懂 因为我出生的环境不一样 我出生的环境就 比我大的都叫安提 比我大的男生都叫安可 对不对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就好像没有什么 直到现在我告诉你 我有时候回马来西亚 我姐姐的孩子 跟我哥哥的孩子 我都分不清楚 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叫我小叔 突然之间有一个人 叫我小舅 哎呀 我说 到底你是属于哪一派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真的有时候 总而言之 就总而言之 叫我吃榴莲的时候就好了 就不管你是小舅也好 小树也好 哈哈哈哈 对 真的 这个是真的要好好去学习 学习一下 好 我们今天很高兴 我们感谢主 与我们史传道在这里 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 让我们能够准备好我们的心 一起来聆听神的话 我们将时间交给史传道 阿尔路亚 好 谢谢牧师 你们觉得牧师的国语讲得怎么样 好的 我们所有人都是他的老师 因为呢 其实我牧师真的是值得加 因为他在马来西亚 他们除了这个 他们国语 这个中国话不是他们主要的语言 所以他们在那边能够学到 那个讲 能够跟国人沟通 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不对 那他有一次跟我讲说 他的老师教他们说 你吃东西讲 我们吃东西很好吃 怎么讲 那个东西什么有味 什么有味 津津有味 那个牧师说 他的老师跟他讲 绿绿有味 绿绿有味 结果他们的学生 全部都讲绿绿有味 一直都碰到我们以后才发现 他老师教错了 不过他 给牧师一点鼓励好不好 因为他这样是很不容易了 还能够学到 在那个异国他乡 能够学到国语讲这样 算已经算是很棒了 我觉得 好 大家知道 我要讲到以前会讲什么 想不想听 好想听 我要讲 那个中国话好不好学 中国话 好还是不好 因为中国话它很有意思的 它有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 它有不同的意思 同不同意 有一个外国人到中国 他学在国外学了中文 他觉得他到中国 可以通行无阻 因为他的中文 都在国外学好 结果到了国内 到了国内的时候 那我们华人都很有 这个很客气的 就很多华人就请他吃饭了 在吃饭的时候呢 有一个 从中间有一个人说 对不起大家 因为我肚子有点痛 我需要去方便一下 他就离席了 然后呢 这个老外就问他旁边 另外一个中国人说 方便 我学的那个意思是说 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很快 他说他肚子痛 跟他做事很顺利 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个旁边那个人就跟他讲说 他这个意思是说 他要到他肚子痛 他要到厕所里面去 这个大解 好不好 然后呢 他就说 那我懂了 我懂了 然后那个人就回来 上次我回来 然后呢 还没有回来以前 他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华人就跟他讲说 他说 老外老兄啊 你手头方不方便 可不可以借我一点 他一听他脸占红了 他说 刚刚告诉我 到厕所去方便是 大便的意思 对不对 他现在我手头上有方不方便 他还要跟我要我的方便 他脸占得很红 他说 不方便 好 然后过一下 那个厕所回来的人就 很高兴 就跟那个老外讲说 等到我下次方便的时候 我去你大吃一顿 那个老外 那老外一听到他说 他上完厕所 他上完厕所就上完厕所 还请我吃他 他要叫我大吃一顿 太恶劣了 他脸占红 他说 不要 他说 那个华人讲说 他可能是讲 我的时间不好 他就说 这样好了 那你下次方便的时候 你请我大吃一顿 好 那个你们有人可能就说 使弟兄啊 为什么你连续讲了两个主日都跟那个便有关的 上次讲的这个叫便筒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等一下 那个父弟兄要送这个午饭来 你是捣进我们胃口 抱歉 这是一个笑话 好 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平静风浪 我们来那个 读那个经文 我读单数节 请各位读双数节 然后到最后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好 当那天晚上 也 哎 不对不起 我弄错了 应该 这是昨天的信息 对不对 谢谢大家 做管教话就不太方便了 我刚刚念那个经文 你想好像昨天念过了 我来读单数节 请各位读双数节 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 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 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等我们过去他们的心 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 不再有胆气 请各位读第二节 请大家读第二节 约族亚就制造了火石刀 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 唯独出埃及以后 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 都没有受过割礼 请 他们的子孙 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 都没有受过割礼 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 约族亚这才给他们行了 耶和华对约族亚说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滚去了 因此那地方叫吉甲 吉甲的意思 是滚的意思 直到今日 我们那个 OK 好 请第十节 对约族亚这才给他们行割礼 月节的次 他们就吃那地的出产 正当那日吃无效饼和烘的骨 好 我们后面十三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 预备 请 约族亚 约族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 把 把 约族亚对他 对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呢 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他回答说 不是的 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族亚就伏伏在地上 地下拜 对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 约族亚军队的元帅 对约族亚说 把你小撒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的是圣的 约族亚就照着行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段话我们 当我们读出来的时候 主 这段话要进到我们的里面 成我们生命的实际 主 我们等一下要来分享这段话语的时候 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动工 来激励我们更多的来爱你 来跟随你 求祝你带领我们一下学习的时间 赐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 和一个受教的心 我们这样祷告 祈求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讲到约族亚 他们带领以色列人进到那个 已经过了约旦河了 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故事稍微 稍微把这个 在约旦河以前发生的事情 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在这个以前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记得 以色列人他们原来在埃及是做奴隶 法老奴隶他们 所以神就拆派了摩西 来率领以色列人他出埃及过红海 我们记得这个故事 摩西被招以前 他在米甸的旷野的时候 他在给他的岳父 耶特罗放羊的时候 神也向在和列山向他显现 他看到那个荆棘烧着了 但是荆棘没有毁坏 然后他进前看的时候 神说你不要过来 然后跟他讲说 你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的是圣地 所以我们在读那个就很奇怪 就是说那个明明是一个旷野 为什么神说那个圣地 为什么 因为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 所以那时候神就招了他 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 那后来我们都知道 死了 死了 法老不要让他们走 结果神就行了十个灾 十个灾 最后一个灾就是杀长子 结果法老就让以色列人离开了 那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 他们说有六十万 那我们知道那时候 他讲人数的都讲南丁 六十万 所以真正来讲的话 大约是两百万的 那个以色列人出来 在四百年以前 当雅各 雅各他们全家进到埃及的时候 他们只有七十多个人 结果那是已经到最后 繁衍到最后有两百万 这是两百万出来了 然后他们出来以后 神说要带领他们到那个运许之地 迦南的那个运许地 其实我们看地图 从埃及西奈的这个沙漠 到以色列境内的话 大概两个礼拜就可以走到了 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信 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那时候摩西就派了十二个探子 叫他们到那个迦南 去看那个地方 结果十个探子 有十二个人出去 十个回来跟他讲说 那个地方的人 他们是伟人 我们呢 他们看我们好像诈猛 我们看我们也是诈猛 如果人家瞧不起我们 把我们看成诈猛 那没有关系 我们都要装进自强 对不对 那我们他讲 那十个人讲说 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像诈猛 那那是十个没有信心的 那另外有两个有信心的 就是约束亚还有迦勒 那时候约束亚迦勒说 我们要进到这个神所 吃个我们的迦南美地 他说什么 他说 亚纳族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你知不知道 诈猛是可以吃的 我知道北京有吃什么 蝎子还诈猛 其实我那时候读 最近在读网上 很多世界的粮食学家 他鼓励我们吃这些昆虫 昆虫 所以你可以看 它呢 它是说 你知道昆虫 那个诈猛 它会吃进这些所有的古物 对不对 他们看我们是诈猛 但是我们要去吃它 你看 他说我们虽然微小 但是神与我们同在 他们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的食物 他的信心就很大 结果那 因为这十个人 他们抱怨 结果呢 民众害怕 就要拿石头来打死摩西 所以神发怒了以后 就不叫他们进到这个 不叫他们立刻进去 要叫他们在旷野 绕了多少 四十年 四十年 所有那当时出埃及的人 那个年代出来的人 全部都死在旷野 只有两个人进到了迦南 猜猜看那两个人是谁 就是那两个有信心的说 他们神 他们 他看我们诈猛是吧 我们虽然像诈猛一样微小 但我们要把他们吃掉 结果那两个有信心的 最后他们进去了 其他人都倒闭在旷野 所以这个人要再高我们一个功课 神他要在旷野里面 把我们所有的不幸的恶心给除掉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这个奔走施加道路上 我们每天都在走这个旷野路 你要在这个旷野路 神要将你里面不幸的恶心 要把它制死 要把它倒闭 倒闭的意思就是说要死 我们里面不幸的恶心死在路旁吧 我要带着神给我的信心 进到那个应许之地 同意吗 阿们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给我们的教导 好 这次全面发生 然后约束亚就是我讲 约束亚和迦勒带了在旷野上 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就过了约旦河 进了迦南地 好 这个现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接下去 接下去 好 那过了约旦河进迦南的时候 他们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行割礼 刚刚有读到 因为神跟摩西讲 所有的男丁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 男丁 男子要行割礼 第八天 很有意思 人家去做调查 一个人 一个男人 他的血小板 血小板是做什么用的 凝血 对不对 他一个人的血小板 在人生下来的第八天是最高 所以那时候流血的话 是很快就会止血的 然后到了第八天以后就降下来 然后就平的 所以他人生下来是这样 然后第八天忽然飙上去 然后就这样一辈子就一样了 神在那时候没有医学 神竟然吩咐摩西说第八天 他为什么不是写第七天 他写第八天 所以神是创造这个医学的 好 那时候呢 但是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 那时候出生的孩子没有行割礼 所以这时候就给他们行割礼 那行割礼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行割礼的意思要 就是在他肉体上要除掉罪恶 所以你有没有听过 除掉他肉体的邪情私欲 这个割礼的意思 但是呢 不是能够说我受了割礼 然后我还是行恶 这不是神的意思 然后第一个他就行了割礼 然后呢 他们在吉甲聚集 要准备怎么样 要准备去那个迦南 去把这个迦南人给赶走 然后在吉甲 他说吉甲这个什么意思 要滚去你们身上的羞辱 滚去你们身上的羞辱 我们在这个地上 我们在从 我们的生命都是从亚当那边来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都是带着这些罪性 在这个 但是呢 神要我们进到应许里面的时候 他要把我们身上除罪 然后呢 把这些羞辱给除掉 所以这个 在吉甲聚集的时候 他将就从 把这些你们所有的受的羞辱 都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还有就是吃那地的土产 他们在旷野 两百万人 两百万人 来想想看 两百万人 他们不是在那边耕地 他们是在一直在绕 那时候呢 云柱 云柱 白天的云柱 停在上面的时候 所有的以色列民就停在那里 不动 然后呢 云柱如果动的时候 他们就跟着云柱动 这是白天 晚上就有火柱 所以呢 他们不是在耕田 他们吃什么呢 两百万人 你看我们今天如果叫 那个父亲生给我们调菜的话 我们要几盘 三盘菜 一盘这个饭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人数不多 都要需要那么多 你可以两百万需要 结果那时候怎么样 神就用玛纳来养他 玛纳他说 玛纳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那是什么东西 因为大家都看不出来 他说一个圆的 有油性 然后甜甜的 我看到那时候 但是后来玛纳停住了 我真的很想吃一下玛纳 我在想 我的那个 我要血汁 血什么血汤正常 一定是上帝造的是最好的 好 那时候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神就每天用这样的玛纳 让他们去拿来养他们 很有意思 他说你今天玛纳 你今天玛纳拿到银 你就当天 你就捡今天要吃的 明天的不要捡 结果有人不听 结果主把那个捡来 明天的也捡了 份捡来 结果今天吃完以后 明天一早上一看 昨天捡的玛纳怎么样 烂掉 臭掉 但是很有意思 神又说 但是第六天的时候 怎么样 第六天 第五天晚 第五天的时候 去把第六天 就是安息日 不要做工 你把第六天的捡来 你两天的份捡 结果他们第五天去捡两天的份 结果到第六天的时候 玛纳怎么样 没有烂 哇 那怎么 这个玛纳 连玛纳都听神的话 这个有一个属灵的含义 弟兄姊妹 我们在地上行走天路 追求神的道路 你每天都需要神给你 每天新的恩典 同不同意 你不要说 你什么时候信主 我十年前信主 那你信主到现在怎么样 我就那时候祷告牧师给我受洗了 你信主的光景还停在十年前吗 那你没有长进 你的信心还像一个种子 很小 你这个信心是要长的 玛纳是天天要去捡的 阿们 是愿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彼此来鼓励 我们每天来捡玛纳 从神里面得到那个能力 我最近才跟那个John在交通 我说我觉得 我在教会的服事 是从哪里来 你忘了吗 从哪里来 从神来 我们在礼拜三的祷告会 我们的祷告会 主啊 大能的神 充满我 充满我 把能力给我 我要服事你 主我只要服事你 我只有服事你 我才喜乐 我不服事你 就枯干 我们这样子来求神 神把玛纳吃给我们 我们的教会 是走在神的那个圣灵的光中 我们需要每天都来捡玛纳 让神来养我们 但是这时候 玛纳他们当时进到迦南 吃当地的土产 那些迦南人种的 他们当时是 把他们夺了他们的土产 开始吃 一吃的当天 第二天 玛纳就停了 你看 神的预备是什么 是最好的 是最准确的 然后耶和华的军队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那时候我们看到 约束亚看到一个人 他手上握着什么 拔出来的刀 假如说拔出来的刀 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把刀拿在手上 是拔出来的 他做什么 他是要征战 他是要打仗的 他不是拿一把刀 是要切菜而已 他是要打仗的 然后这时候 约束亚就去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的 你看 约束亚讲这句话 对还不对 错了 为什么 他的脑筋里面是我为中心 对不对 你帮助我或帮助敌人 神来是帮助我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祷告都有问题 主啊 你帮助我 不 主啊 你帮助我 能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 你的旨意是如何 我走在你的旨意 不是说主啊 我现在要做什么 你来帮我 这样的祷告是错的 这个这样 你看 他就是这样的讲法 他说呢 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要帮助敌人 我们要进去打仗 你帮助我们就来跟那个迦南人打仗 他说都不是 他说不是 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我来是要 我耶和华神是要来率领你们去打仗 率领你们打仗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服侍的态度上 有一个 千万要注意一点 我们服侍有的时候有这个 有果效的时候 我们要马上将荣耀来归给神 因为在我们身上呢 神是 圣灵在我们身上 我们在做很多事情 圣灵在里面动工 然后感动人有果效的时候 我们要马上将荣耀归给神 不要 不要 基存在身上 因为那是很危险的 那个骄傲 一个人的骄傲会抵挡神 抵挡神 好 那耶和华的军队呢 耶和华的军队怎么样 耶和华军队 第一个他就 这个 耶稣亚听见以后 他就怎么样 俯伏下拜 俯伏下拜 然后呢 那个 就在这个章其实就可以看到什么 他对神有个敬畏的态度 敬畏呢 俯伏下拜 然后呢 他又说 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那我们有这个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说 主啊 我需要这个 主啊 我需要那个 然后呢 主没听 那还有什么好祷告的 那我们这样的态度 对还是不对 当然不对啊 因为我们成了主 祂是仆人 我叫祂给我做事嘛 对不对 这个倒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应该是什么 主啊 你有什么话要吩咐我 我是听你的话 所以这个这样子 一直在 这个这样子在教主 第一个我们要基督徒的 对神的态度怎么样 第一个下 这个跪下来 来拜 只有拜这个神 不是拜其他的 在你里面有没有拜其他的偶像 你说我不知道庙里面 但你心里面有没有其他的 除了神以外 这个叫 这叫 这叫 去绝 还有一个就是 要常常回到里面 问圣灵说 圣灵啊 我常 我有的时候 我有时候要自己自省的时候 我就说 圣灵啊 你觉得我的灵命光景如何 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 你觉得我灵命光景怎么样 人家说 圣灵你 你好会讲笑话 你好方便 我才蛮洋洋得意的 但是在神变前 我每一次跟神讲说 主啊 你觉得我的灵命光景怎么样 我讲到的时候就很惭愧说 主啊 学你光照我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改 一个人有一个牧师到一个 那个 一个教会的会友家里面 就跟他讲说 他说 你 你上一次认在神面前 认罪悔改是多久以前 他一想 如果我讲三个月或六个月 他说 那么久 那我如果讲昨天的话 那他想说 那你一定常犯罪嘛 他就想一想就说 一个月 一个多月以前 他想一个中间的树木 也不会太久 也不会太近 他说这样的话比较 不会让牧师觉得 他好像是一个常常犯罪的人 然后牧师就跟他讲说 你一个多月以前认罪悔改 那你现在离主的距离 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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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这样在教我们的教导 我们在神面前常常受光照 我们悔改是没有 我们就跟神之间 有一个更新的灵 更新的一个关系 一个关系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 他这样做了以后呢 我看到这个经文 我都觉得 他是很谦卑 他一个跪下来 拜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 其实就是神自己了 然后跟他讲说 你有什么话要吩咐仆人 但是他跟他讲什么 他跟他讲 我要吩咐什么 你把你的鞋子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的是圣 占的地方是圣 就是你所占的圣地 跟那个摩西那时候 神呼召他的时候是同样的 这样告诉我们一个 你如果是一个 你说一个神所使用的领袖人物 我们弟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说只有牧师传道人 是神说 每一个 你说你是蒙恩得救人 神都在你做 都要在你身上做一个 做成一个领袖的工作 不是你是领袖 是神在你身上做一个领袖的工作 那我们要有怎么样的态度 我们要把我们脚上的鞋子脱下来 你进到别人家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把鞋子脱了 穿那个拖鞋 或者有的时候不穿鞋 什么意思 我不要把我鞋子上的尘土 把你家的那个地弄脏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圣地的话 什么意思 我们在地上行走 把地上的污秽肮脏 带到这个神的那个 神所在的地方 来污秽神的那个圣地 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 我以前在我们教会 有一个弟兄 他在这个世上 他是一个经理 他很会管理 所以他到教会 我跟你们讲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管理 把世界的东西也带到教会 你觉得这样好 对还不对 当然不对 那就是把你的鞋子穿到了这个圣地里 神的所在 你用世界的这个道路 来取代神的道路 你的愁苦必加征 好 那这个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们现在那个光景 我们学到了这个属灵的含义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好 好 我们现在要讲教会构堂的事情 好 这个跟我们今天过那个约旦河是有绝对的关系 我们教会是1996年是吧 1994年 所以差不多是20年了嘛 20年了 教会的成立20年 然后我们在这20年当中 我们都在做什么 都我们搬了多少个地方 两三个地方 就是你在跟人家租场地 连这个地方我们也是租场地的 那我们在租场地搬来搬去 我们不是就好像在旷野上漂流吗 你看这边有的时候他要用的时候 他说你们可不可以 这个礼拜你们不能用 我们就得想办法 对不对 我们是在这个漂流 那神要在这个我们漂流的里面 时间 时光里面 来对付我们里面的罪 那时候满足的时候呢 怎么样 去年我们教会有两次的 40天的禁食祷告 弟兄姊妹都签了 我要早餐 午餐 晚餐 我们大家都舔 然后呢 一次不够 第二次又禁食祷告 然后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动静 然后呢 我知道索菲亚 还有很多同工都把那个 就说这边有一块地 然后我们就一窝蜂的全部冲去看 然后看了一块不毛之地 荒无不毛之地 但是我们说 感谢主这块肯定是上的一个事 我们就一打听 他没有那个排水 也没有这个自来水的管道 花费很大 算了 我们感谢主 求主继续待会 我们到处看 我敢讲 因为我不是 我有的时候我周末不在 我知道牧师每一次都到 有远的话到 差不多到Sugarland 到Missouri City 然后呢 到6号 哇 东南西 我们看 每一个看的都不觉得合适 我们看到最比较可理的就是 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 那条街我忘记了 就是那个Dental Office 哈? Kirkwood 在Kirkwood 看一个3000尺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大家看了以后说 不好用 但是呢 可能我们这样到处流浪也不是办法 我们还是勉强搬进来 然后再拉一个trailer 再拉一个mobile home 然后呢 然后在里面聚会 大家也这样想 很有意思 那时候我们中间有个探子 呵呵 我们有个探子呢 他是 那个是Grace Grace 他在华商会 他在华商会 跟那边的弟兄弟很熟 就有一天 有一个人就跟他讲说 有一个仲介 有房屋仲介跟他讲 那边有一个 我们那块地 我们那个建筑在Sauberang Sauberang上 5855 我们要卖 那我们教会 其实牧师也去看过75万 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不够 我们就会说 那他说 最近那个卖主非常有意愿卖 多少钱 那你们就出个价吧 50到60 哇 那50到60 十万块的差距 后来我们在想 祷告过来一看 哇 我们根本用不了 我们大概用四分之一 最多三分之一 结果我们就说 好 我们试试看吧 然后我们就去跟他们出价 就要出价 然后呢 在出价 我刚刚讲的那个探子 就是Grace房 然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带回来 然后后来里面有一个人 听见了我们要买 他呢 他也来搅局 他说他要出更高的价钱 把我们打败 然后呢 但是呢 我们去买了以后呢 我们很 很 很 叫什么 很好的价钱买到 很好的价钱 现在还不能够 反正比50万少就对了 好 然后呢 那那个 在一架中的 我们看到上帝的带领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 跟我们原来不在我们当中的 他们神来感动他们 将他们的奉献放进来 所以我相信这个 这个 这条路是上帝应用我们走的走进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正在申请那个使用执照 大概我们 如果使用执照申请到 我们就可以搬进去聚会了 大概我们现在想10月到11月 就可以搬进去 那你不觉得 我们在我们现在 这个过约旦河要进到迦南 就是神在带领我们进到这个迦南 我们要进去了 神已经开路了 仇敌他要抵挡我们 他没有办法抵挡 他好几次要抵挡我们 我们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成功 都没有成功 好 那教会要进入应许之地 它是流奶与蜜之地 什么是流奶与蜜 是表示丰富吗 那我们现在进到加拿湯 那是加拿湯的中心 那边有没有流奶与蜜 有没有奶和蜜 有没有 有 那个地方是丰富 什么东西丰富 人丰富啊 那边有很多移民新移民到那边 还没有听过福音的 所以我们到那边 那是一个丰富之地 神把我们派进去 派我们进去 祂要率领我们 好 那我们去那边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 我们现在不再流浪了 所以我们到那边好好享受一下 享受这个冷气 是不是这样 不是 因为刚刚看到 他们看到有一个拿着刀的人 站在他面前 他们是什么 要打仗的 因为神把那个地给他们 但神说什么 你们要去把他们赶走 所以你们还是要跟迦南人征战 把他们赶走是要征战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进去里面做什么 我们是要到里面去征战的 那你预备好了没有 你预备好了没有 你预备好了没有 好 我们要那个 教会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我们要俯伏在地下拜 感谢敬拜赞美 你知道今天的 今天 我要打分数 今天的那个敬拜赞美 是很棒的 因为我们要让圣灵在 因为我们是一个对圣灵开放的教会 所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 来运行的时候 是自由的 是释放的 是没有拦阻的 是没有捆绑的 没有担心害怕别人看不起我什么的 是让圣灵在我身上运作的 而且他圣灵的运作是 他叫做深渊 深渊与深渊 是响应的 所以有人祷告的时候 他的祷告 跳楼上 我也开口祷告 他的祷告不是一个报告 就几句话 我主啊 我感谢赞美你 我要在你的圣殿里面举手来敬拜你 就像一个赞美的祷告 很美的 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要走到这个 以后继续走到这样的道路上 第二个我们要问主说 主啊 你有什么话吩咐你的仆人 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好好的祷告 更多的祷告 来寻求神的心意 来寻求神的心意 我们如果没有祷告 如果没有祷告 教会就没有动力 所以祷告太重要了 我是 我在这边工作 我大概缺席过一次 大概缺席 我工资加班 其他时候我一定会赶到去参加祷告 因为我不是去捧牧师的场 因为我知道我要服侍神 我能力 我没有能力 所以我要需要祷告这个能力 在祷告会里面 圣灵把这个能力放在我里面 所以祷告一个敬拜赞美 还有一个祷告 这都是很重要的 然后把我们脚上的鞋子脱下来 因为我们所站的是圣地 我们进到那里面 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呢 怎么样 我们要脱下心中罪恶和污秽 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神 我们到里面 我们不是去享受 我们因为在这边流浪 所以我们要到那边享受 不 我们原来在旷野 上帝在试验我们的信心 当神说时候满足的时候 祂就给我们开路 你看 如果我们不禁止祷告 一直在求的话 没有这样求的话 我相信到现在神还没有动工 但是神知道你的时候到了 弟兄姊妹 你不用担心 我们教会同工很少 我们这样想 以后人多的话 我们怎么样服侍 你不用怕 因为神自然会带同工来 这是神的工作 我们只是什么 祂手中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好 我们一起来读 来读 请各位起立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 攻读神的话 我们上次查经班的时候 都会背的 好 我们一起来读 路加福音一章74到75节 是主要我们教会做的事 预备 请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生在祂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 侍奉祂 好 我仍然请大家起立 我要请牧师来为我们所有 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 是被神得招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的军队 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的勇士 为我们祝福 让我们得招神的能力 让我们进到应许之地 流难于秘密之地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勇士 我要请牧师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来祝福 我们来祷告 让我们得到从神来任何人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祢 我们特别为这主 祢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 我们献上感恩 主 我们感谢赞美祢 因为祢给我们那个地方 让我们进入在我们所谓的 中国人的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 主啊 乃是要我们去征战 使到我们能够得到那个地 让那个地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主祢的地方 我们奉耶稣基督得失的民主 耶稣我们把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交托在祢的手中 我们就求主祢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能够在主祢的国度里面有份 能够在这个地方 祢所给我们的这个迦南美地这个地方 为主祢工作 为主祢来服事 能够因为我们的缘故 弟兄姐妹业与同心的摆上 叫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 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祢 主啊 这是祢在我们内心里面 所要做 所要成就的工作 也是主祢给我们有这样的扑招 主啊 祢同样的 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祢的大能 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得失的名 我们求主祢圣灵的恩高 高默每一个弟兄姐妹 使用每一个弟兄姐妹 叫我们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为主祢打美好的仗 能够得到这迦南美地 把荣耀送赞都归给祢 我们也奉耶稣基督得失的名 主啊 我们也吩咐 从东 从西 从南 从北 主啊 祢把同心合一的同工 带进到主祢的教会当中 一起来服事 一起来建立祢的国度 扩展主祢的国度 谢谢祢阿爸父神 主啊 我们奉耶稣基督得失的名 我们也求主祢亲自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当我们要购堂买那个地方的时候 主我们已经看到祢奇妙的恩典 主 我们求主祢丰富的为我们预备 让购堂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主是祢的手在引领我们 是主祢的圣灵在带领着我们 是主祢丰富的恩典 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谢谢祢 让我们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 谢谢祢阿爸父神 求主祢亲自祝福我们 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 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祢面前 都成为祢的精兵 都成为祢的军队 都能够在主祢面前服务 能够来听随耶和华军队的言帅 祢给我们的引领 叫我们在主祢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 新的教堂的时候 能够为主祢摆上 能够为主祢做美好的事工 打美好的仗 谢谢祢阿爸父神 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也祝福我们的家庭 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们 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意 他们的健康 谢谢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拉雅 感谢主 哈利拉雅 弟兄姐妹好棒 你能够向你前后左右的人 跟他握手的时候 你是耶和华的心对 哈利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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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哈利拉雅 哈喽 感谢主 哈喽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求神继续来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神 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当中 大家一起齐声努力 为主的教会 做更多的工作 阿们 哈喽 弟兄姐妹 不要看清你自己 其实每一个人 上帝都能够使用 阿们 哈喽 感谢主 哈喽 哈喽 我们加一切荣耀 顺赞都归给主 弟兄姐妹 我们也向大家一起来报告 就是说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我们理财有道的这个课程 如果你有朋友的话 也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 实在是每个星期三 现在我们会换到早上 应该是10点到12点吧 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跟他们 大概应该绝对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哈喽 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 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 是非常好 特别是我们属于主的人 我们有很多圣经教导 我们关于这个如何管理 这个钱财 这对我们有很大很好的帮助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 你自己能够来参加是更好 不然的话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 他们来一起来参加 每个星期三早上 我在想说我们会安排在早上10点到12点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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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还有弟兄姐妹 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 能够这个 星期六 星期六9月28号 9月28号 就是我们的这个抗力小组 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 是在这个王者姐妹的家 在王者姐妹 王者姐妹大家认识吧